拥有多少并不重要,能否知足才真重要,自己的心态不改变,谁也帮不了你,你知的生活固然很好,但一个大菩萨绝不会隐居起来。 不行菩萨道,终不能成就究究竟圆满的佛果,没有帮助他人修行,自己的修行也很难进步。 只有适应时代,服务社会,丰富生活的佛法才是真正的佛法,只有理事圆容,政治正见,利乐有情的修行才是真正的修行,只有把思想其劣为智慧,把情感讨厌为大愿大行,才是真圆满,方位真究竟,权力是人类所坏的最大的疾病,乃在空虚的人才会拼命的追求权力。 权力不是道,是道的附属品,也可通过权力来修道,有权力的人对人类所做的贡献,一点也不亚于传教士对人类所做的贡献。 权力和道有一点区别便是,权力需要别人来赐予,失去了别人,权力也就没有了意义。 道不需要别人,自己一人就可以达成,权力是驾驭别人,道是驾驭自己,或于追求某种东西,便会为他所转,进而失去自身的自由,成为他的奴隶。 为了得到他,人们会变得发疯,变得忘我,什么事都做得出来,得到和成功是人类的两大魔鬼。 魔鬼总想证明我的伟大,事实上越想证明我伟大,我将变得越渺小。 当能够放弃我伟大的想法时,我才能变得真正的伟大。 当能够放弃我想成为强者的想法时,我,才是真正的强者,放弃解脱的欲望,才是真正的解脱。 把金钱捏在手里不放,也就失去了金钱的意义。 金钱要流通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,金钱是为人而存在的,人不应该为金钱而活。 钱是人的工具,钱是人创造的,违背了这个规律,生活将变得痛苦,人也将会失去人性。 存钱意味着不自信,唯恐明天赚不赖钱,钱的价值在于流通,权利的价值在于为民使用,金钱和权利都没有必要放弃。 要放弃的是你对金钱和权利的占有欲望,取多修行人对于灵性的追求和物质的追求。 这两者的关系协调的不好,其实,倘若在你的内心,你是一个灵性的追求者,那么你就应该以灵性为主,以物质为次,物质上够生活所需就行了。 倘若你是一个物质的追求者,那么你就应该以物质为主,以修行和灵性作为你生活中的调节技,作为你物质中的音乐。 反正也可以把物质作为灵性中的音乐,两者都占主导地位,或都处于次要位置,那么你将一事无成,物质上能满足,精神上更难满足。 相比而言,人在物质上就亦满足,但物质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,必定需要灵性。 而灵性达到某个程度,可以不追求物质,明白这个道理以后,就会协调二者的关系了。 主扑分清,你将是一个快乐的人,道德与不道德实在无法下定论,若按佛教的思想来论,时时刻刻能反观内照,深入内在的旅行即是道德。 初次皆非道德,外表做得越多越不道德,自然的表露才是道德。 除了内在开花以外皆不是道德,宗教里面的道德,是以内在的心态来论,社会上的道德是以外在的行为来论,如宗教里面动了杀人的念头即是犯罪,而按社会上的法律,真的杀了人才算犯罪。 内在开花以后所做的一切都符合道德,即便打骂也是道德的显现,是以爱心为基础而打骂,处处皆是道德的显现,处处皆是内在的核心在显现,浮射式的显现。 胜利和失败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,两面都很美,众生的成长和成熟需要这一枚硬币的两面,智者会从失败中挤取更多的智慧。 胜利者往往失去更多,而失败者则会得到更多。 历史的规律是,人们佩服胜利者,但不尊重胜利者,甚至厌恶胜利者,而对失败者不仅同情,甚至更尊重。 人生有成功,必然有失败,只是人类的习心总善于,把成功的一面,好的一面亮出来。 就像日常生活中照相一样,人们总是把美好的一面,呈现给相机的镜头。 环境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,绝不会倾向某一个人。 所不同的只是每一个人的心态,心态不同,对环境的感受和评价也就不同。 有人喜欢白天,则有人喜欢夜晚,有人喜欢天堂,又有人喜欢人间。 对于开悟的人而言,人间的魅不仅不亚于天堂,而且还胜过天堂数万倍。 其实,说到在红尘,那是因为修道是非常实际的经验,是现在解脱,而不是死后解脱,没有在红尘中面对生活,透过人生的种种痛苦,才能超越痛苦,把自己关闭起来。 这不是解脱,而是逃避,是压抑,超越了痛苦,也即超越了人生。 生活本身就是道,舍弃了生活,也就舍弃了道,道并非在书本里,生活才是一部真正的经典。 唯一值得读的书便是生活,全然的生活,能使你开悟的法门没有生活。 生活中有什么便享受什么,没有的也不必渴望,渴望便会错过生活的意义,渴望是痛苦的根源。 当人生没有渴望的时候,也即迈入了一个全然的生活旅程,开始进入内在的核心。 全然的生活意味着我就消失了,没有了贪欲,没有了争斗,不为民而活,不为利而活。 那里没有希望,没有痛苦,没有未来,没有智慧,没有愚痴,只有当下的开花和宁静的祥和。 烦恼也非烦恼,只是你对它认识不够,当深入禅丁以后,你会发觉烦恼就是喜悦,犹如傍晚见到路边的一个绳子, 远远望去就像一条蛇,当我们放松的靠近它时,才发现原来是根绳子。 当你还没看清这根绳子时,这根绳子就可以充当毒蛇来拦你的路。 所以说烦恼除尽菩提也无,菩提就是觉悟,当你还没觉悟,菩提就是烦恼。 不敢面对金钱和物质,说明还没有超越它们,过真超越了金钱和物质,为什么还不敢面对呢? 如果不是因为人类贪图金钱和性,金钱和性又怎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痛苦呢? 金钱和性是大愚蠢的东西,是听命于人的,它们没有主导性。 世界上出现的人和一样东西都具有两重性质,正极与负极,要想协调,靠的就是正负两极的力量,舍此一极都无法当成。 修禅的人是一个对来世没有兴趣的人,在禅者的眼里只有当下,只有此时此刻。 它从不把希望寄托于来世,当下的那一顿物就是终极,是没有次第的,此岸就是彼岸,一就是一切,刹那就是永恒。 修禅是最淡调的,也是最无聊的,唯有透过无聊才能达成终极,无聊可以杀掉一切傲想,爆发出一切智慧。 生活在物质的世界里没有欲望简直是不可能的,要吃,要穿,要住,会生病,周围的环境促使你产生欲望,神的一生都是在为欲望活着,就是想修行也是一种欲望。 欲望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,给予正确的对待,并非是一件坏事。 东华禅寺方丈万大和尚入树心中月,万行大和尚,一位用生命去践行佛法,用生命去体正生命本源的智者。 15岁现佛,18岁出家,29岁争了生命本源,30岁复建东华禅寺,七年闭关,18年间寺安僧,十二部著作,以望多场开始演讲,千万元住树,18年间向盛会捐款捐物数千万元。 从同生入到,闭关政务,到建四安丰,讲经说吧,毕竟三十余年,总结出一条能让人类政务本源的解脱之道, 东华禅,本质普度众生的使命,万行大和尚将东华禅修行法门无私奉献, 因切期望天下众生,透过学校东华禅融通人生自大关系,我与家庭的关系,我与社会的关系,我与国家的关系,我与自然的关系,从而获得幸福圆满的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